防疫保单您买了吗 现在新冠疫情在全台湾肆虐 确诊数和隔离的人数是急速的攀升 就在去年的同一时间 正是大量的投保防疫险的时候 因此呢 现在消费者正在面临到的是续约的问题 但是呢 有不少的产检公司却拒绝续保 损害民众的权益 小机会您好 我是25号志工 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小机会从4月中开始 就接获不少防疫保单续保的申诉电话 大多消费者遇到 明明收到了续保通知书 且同意自动续约 并完成了缴费 却被保险公司告知拒绝续约 再不然就是信用卡未扣款钱 或是未到缴款期限 保险公司就直接表明取消保单 让消费者伤透脑筋 他们觉得说这样的出尔反尔 对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是不被尊重 而且他也觉得说 我都已经有契约了 这时候你让我不能够去找别的公司 来买新的契约保单 续保不成 新的保单也都下架了 消费者遇到疫情升温 却买不到保障 让消机会直批 保险公司这样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消保法 按照消保法的规定 如果说定型化契约的条款 违反承信 而且对消费者显示公平的话 是无效的 我们主张建议主管机关要要求保险公司 这些续约都要让它合法的完成 消机会站出来 呼吁经管会应该要要求保险公司履行续约 同时消机会也呼吁保险公司 不应该用尚未缴款或是风险改变等理由 强制取消续保 应该是在保险到期之前告知无法续约 并提供新的防疫保单组合 才能避免影响到民众的投保权益 人间卫视陈云震台北采访报道